有第二玉備金 可是第二玉備金它的用的方式是用不完 用不完以後各限制這樣在分 那你何故說農民有農損 或漁民受到損害的 你實際上提高補償 不要到最後一補償就是一層兩層 想不起到兩層嘛 那你兩層補 你真正農民的損失是 差那麼多耶 還有八場來損失大家自己cover 那你到最後又有中央 又有剩下這些投資分配款的時候 再分配給各縣市 這就不對啦 你應該是實質地來做一個補償 不是說到最後剩下的錢沒有補償完 這筆錢沒有用完 那大家各縣市分一分 這亂考我覺得這不對 所以未來會希望屏東第二玉備金 只要運用在屏東這個部門 我相信農民不是只有屏東有 而是這個政策要去做一個改變 你只要有任何一個龍損 你災害的一個補助要 實質的補助要提高 不是你原來都每次都藏那麼多私房錢 那每次都用不完 然後農民有真正他的損害 你沒有真正的去對他很貼心的一個 去做一個補足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 其實財政的問題 中央政府每年都講困難 可是你去看看台北市 去看看新北市 大家錢都花不完 那天鄉我們這種農業縣 又是一個觀光大縣的地方 金民一出來馬上又要出選 這是民進黨的一個制度啦 我是一個最尊重制度的人 這個是中央該去傷腦筋的事 二月份剛選出新的立法委員 你說三月份再來民調 問問主委吧 主委在這裡 他可能感觸會比我還要多吧 我倒認為啦 這五個都是補選出來的 中央要好好去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這五 這是五個區域來做一個補選 那我們當選的 我還不知道是幾位 如果都是新當選的人 新當選的人 他是對新民意產生 那都還沒有踏進立法院的國會的大門 他馬上又說要來辦理初選 這有點好像 把這些選民有點開他們玩笑的感覺 但你制度我一切都尊重了 我也有考慮